欢迎收听刘萱的How to人生学 我是刘萱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YouTuber阿滴 如果你住在台湾是个年轻人 你对学英文感兴趣的话 你八成有看过阿滴英文这个频道 至今阿滴英文现在有267万个订阅者 他的副频道阿滴日常现在有44万订阅者 所以阿滴真的可以说是在台湾 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YouTuber跟一个网红 讲说网红 在知识网红里面 他是第一个在台湾 以知识内容达到百万订阅的YouTuber 而第一个影片上场还是2015年 对没错 我们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认识的 没有没有没有更早 哇你出道之前我就认识你了 反正很早期很早期 因为我在当YouTuber之前 我是先在Voicetube工作 然后在Voicetube工作的同时 因为要接触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 那时候就请宣哥来演讲 用Voicetube来去主持的一个演讲 然后当时我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当时对你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因为你首先是口条很好 而且我们两个的搭配 当时我一直觉得说 哇很难碰到这么有sense的主持人 然后后来你就开始建立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我非常开心的看到你这些年来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些发展 对对对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阿滴 嗨我是阿滴 阿滴 我想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英文问 How are you So how are you 最近不错 最近真的还蛮不错的 比起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很多 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传 对 不久之前阿滴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面 分享了一支影片 叫做在忧郁症中挣扎了一年 我学到的事 现在这个影片已经有120万次的观赏了 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惊讶 非常surprised 我们看似那么阳光的阿滴 怎么会得忧郁症呢 当然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你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说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初衷 就是希望可以引起大众 对于心理健康更多的关注 对 那我今天非常荣幸 也非常感谢阿滴 你今天愿意用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访问 我做那支影片就像刚刚选哥讲 我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身的经验 来去让更多可能生在这个病痛当中的人 可以看到一些希望 看到一些康复的可能性 当然是因为自己经历过 然后可以体会那种在当下的无助 然后一直想要找一个服务可以抓住 然后再撑过一天的那个很辛苦的感觉 所以想说透过我的分享 可能透过这个影响力 可以或多或少的帮助到一些人 但是我又不想要太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声音是比较批判性的嘛 因为在网络上面 说实话做到我这样子的一个可能follower的次数 你一定会接触到的是很广大的一个人群 所以在这个当中一定会有很讨厌我的人 那这些人就会有一些空间可以做文章 所以我会比较不希望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我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怎么讲 装可怜啊 或者是在消费这个病症这样子 但是 我想这种就是我们英文讲说 Haters gonna hate 我们一定都会碰到一些hater 因为你的影片我觉得讲的非常好 而且你所给的就五点建议 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五点建议 但是我希望可以更深入的再进入一点 你自己个人在经过这个过程里面的个人的感觉 没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就先从事情发生的时候开始好了 因为我们讲说忧郁症这件事情 它真的好像是一层一层的累积 慢慢慢慢来 然后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忍不住了 你就啪一下子爆发 没错 但它开始有感觉是什么时候 我们说这个onset是什么时候 他是YouTuber我做六年了 然后其实一直以来 从开始全制作YouTube之后 大概过了两三年 差不多2017年破百万订阅之后 就一直觉得说 这是一个幕后还蛮辛苦的工 就是在幕前就是很光鲜亮丽 就是很开心 带给大家正面能量 或者是知识教学 但是在幕后你要面对的是 可能每一天的影片的数据 每一次的表现 甚至是可能观众的批评 舆论上面可能发生了什么沿上的事情 你要去面对 有公关危机 所以这些幕后的东西 其实是心理压力蛮大的 那我一直以来也觉得 我cope的蛮好的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会协助我这样子 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 2019 感觉像是another life 对就是要回想一下 一两年之前 2020的 你要讲纽约时报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到2020年的4月 那时候有一些朋友 当时候的setting是 因为唐德赛说了一些 台湾种族歧视啊什么 大家都很生气 然后就有一些朋友想要募资上 就问我可不可以一起加入 然后帮忙宣传 然后帮忙翻译 然后我就说OK 就是一个如果可以帮到台湾的事情 我就来做 然后我就做了 反正那件事情的结果 就是我们登报 然后去宣传 台湾Can Help 跟台湾有捐赠防疫物资 给各国这件事情 在美国的报纸上面讲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就是带来很多很多的 当然也有正面的鼓励 然后也有很多负面的批评 反正有各式各样批评的理由 那次之后 我在网路上面的批评的声音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我开始有一群 很dedicated的黑粉 任何小事情 他都会 然后挑骨头 带给我心理压力 其实蛮大 所以我觉得 他是从那一个事件开始 但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YouTuber这个工作 像我刚刚讲 2017年之后 我就开始已经感受到很多的 这个职业特别的压力了 纽石他只是一个 很大的catalyst 一个催化剂 这个让我想到 因为一般我们大众 不会有200多万个follower 但是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会经历网路霸凌这件事情 而当你经受到网路霸凌的时候 任何一个角落 可能都会冒出某一个人 会给你一个留言 是会让你看的很不舒服的 那小鱼就是说酸鹽酸鱼 不过大鱼 可能他们真的会集体起来 开始来对你在各种版上面进行攻击 所以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对于所谓的黑粉这件事情 他的感觉是不陌生的 这件事情它逐渐的累积 然后开始引起一点自我怀疑 然后再加上工作的压力 你自己来分享里面说 2020年9月在一场演讲上 你有了一个panic attack 惊恐发作的这样子的经验 你发现自己呼吸不来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后来就说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马上去救医了 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个是9月嘛 所以纽时是4月 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啦 它是一个认知失调 就是我觉得说我为台湾做一件 我觉得认为是对的事情 然后结果受到很多人批评 那件事情之后也还持续的就撑着工作 但是我就开始慢慢发现 我有一些忧郁的倾向 但我没有去好好的照顾这件事情 我没有意识到说 我现在好像可能有一点需要慢下来 然后照顾自己 我反而是因为这样子我更努力工作 然后在工作上面 其实后来也有遇到一些其他的压力 像比如说可能公司有一些结构上面要调整 有一些商品的产品线要关掉 以前投资的啊 或者是以前开的副业 就并没有那么的顺利 然后还有一些人际关系 反正就是种种的压力 也是接踵而来 然后还要面临搬家 反正这些压力累积到 就是大概又经过了半年 然后这半年的忧郁倾向 就是我会很多的批评自己 很多的自我厌恶 会开始无故的哭泣 然后对一些原本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会渐渐的变得觉得这个也不重要了 然后到9月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那天 我真的发现我生病了的那一天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 我从5月刚好是我生日的附近 从5月到9月的这个期间 大概是四五个月的期间 我是越来越糟 可能哭泣的频率是越来越高 厌恶自己的想法的激烈程度 是越来越高 而你的工作量其实一点也没有减 对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减少 就是一直撑着 因为我会写日记 我最近就是我会去翻那个日记 我在7月8月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一直在写的是 我没有犹豫症 我是健康的人 然后我会撑过去的 这个压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一定可以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那我可能就也只是这样子而已了吧 之类的这种话 所以他会是给自己要求 给自己压力 然后又同时带有self-denial的那种言语 在我的日记里面出现 然后我会一直否定说 我有生病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想要把自己identify 成为是我是有生病的一个人 一直到9月 就是刚刚轩哥讲的 我在演讲的时候发现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我真的讲不下去 开始有很多生理上面的反应 呼吸啊 然后倒汗 心计 脑袋没有办法运转 所以那场演讲 它应该是一个半小时 但是我讲了 大概40分钟 我真的就讲不下去了 我就只能结束 把后面的时间变成是QA 然后结束之后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演讲结束 会在后面跟大家拍照 对 然后我发现 我在拍照的时候 我笑不出来 就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连微笑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不对 我当天坐在回去台北的高铁上 我就是整个就是恐慌 然后不断的在觅我一些身边亲近的人 就是说怎么办 我现在真的不太对劲 都可以来陪我 所以我一到家的时候 我妹就已经在家里面等我 她就是跟我聊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决定 隔天就要马上去看身心科 去看身心科之前 你对于忧郁症有多深的了解呢 我自己身边并没有 很亲近的人有忧郁症 但是因为网路工作的关系嘛 所以我是知道忧郁症的一些状况 跟要怎么样跟有忧郁症的人相处 就是可能不能跟他讲说你要努力啊 或者是不能跟他讲加油啊 这些就是很基本的观念我有 知识层面的 对知识层面的我有 但是我并不知道 忧郁症的人 他主观会经历什么痛苦 知道你自己形容 在影片里面你讲说是 会让你的思考都会慢下来 对 这个是我没有得到之前 完全不知道的资讯 我一直以为忧郁症 只会让你心情很差 但是它真的是会影响 你大脑的cognitive function 它会让你大脑认知的功能 是有点像退化 就是在我严重的时候 我是就是很像失智 就是你会想不起来东西 然后你会有点像dyslexia 你会读东西但是你读不懂 读不进去 读不进去 因为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permanent damage 就是我脑子就是永远都坏掉了 这样子 所以当时候会更再增加一层恐惧 所以它称为depression 对 一整个东西它的确是慢下来 对 它其实有很多 都是一个一整个系统会慢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你发觉自己真的可能需要去就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你首先先去找的是精神科吗 我的话因为当时候工作室的旁边 就有一个身心诊所 小的身心诊所 所以隔天马上就去了那个身心诊所 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去 就去直上 就跟他描述我的状态 而且我好像一开始 还是不想要承认 可能有忧郁症这件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跟医生讲说 我知道我现在状况很糟 但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吃忧郁症的药 你只要开给我安眠药就好了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真的睡不着 等于是我其实是从那七八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严重的睡眠障碍 睡不着之外 我会很早就醒来 我可能每一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 就是没有办法睡满 虽然很累 但是大脑就是没有办法shut down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开给我一些 可以让我持续睡眠的药 医生那时候是跟我强烈的建议说 你现在真的听起来是 有一点严重 我会希望现在就开给你忧郁症的药 但是如果你心理抗拒的话 你这个药也会有不好的效果 对 因为忧郁症的药 它叫做好像叫SSR 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血清素的药 对 这个药它是你要吃一个月 它才会开始有效 然后但是呢 你在吃一个礼拜的时候 就会先有副作用了 所以他说如果你很抗拒吃药的话 你一定会因为抗拒而只看到副作用 然后就不继续吃了 所以他当下是说如果你抗拒 那我没关系 我先开给你 安眠药就好 所以我第一个礼拜是只吃安眠药 但是就更严重 真的没办法 所以后来就再回去 就开始吃抗有余的药 也就是说你吃安眠药 并没有让你睡得更好 有 但是它很表面 它并没有让我生活变得更好过 我只要醒着的时候 都还是很depressed 对 因为现在你算是走出来了 也经过了这一年的时间 对 你在影片里面也分享 你接受过了很多种不同的治疗 对 在影片里面你只说了几个名字 对对对 在这边我们知道你有除了吃药之外 你也有做心理智商 对 然后你甚至还有做一个叫做RTMS的一个治疗 对 对你来说 以上的这几种治疗 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你有做过的治疗 你觉得哪一种最有效 我觉得很难pinpoint 讲哪一种最有效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我觉得药物治疗 药物辅助一定是有帮助的 它是帮你恢复你大脑里面的这些 你缺乏的化学物质 所以像比如说血清素这些东西的补充 或者是就是让你整个人镇定下来 让你大脑可以休息 我觉得药物这件事情是 要打破一个迷思是 你吃精神的药 你就会一辈子都依赖这些药 我觉得这个事情会有很大的stigma 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吃药 但是当你真的在生病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药物辅助是还蛮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心理智商的话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当你度过那段期间 因为对我来讲 我本来就是一个思考还蛮清楚 我很知道我要什么 所以我遇到的这些问题 我很知道自己的瓶颈在哪里 那资商师跟他讲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 他只能帮我梳理我的逻辑 然后让我可以抒发一些我负面的情绪 更重要是度过那段时间 度过那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可能给我一些新的 思考这件事情的想法 对很多人来说 生活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 你同一个时间你需要去度过 但你同时间你必须要养家 你要去完成你的工作 你去做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功能性的东西 所以你当时才会去问医生说 你可不可以就给我安眠药就好 对 因为你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功能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 对于忧郁症的一种认知 会觉得说忧郁来自于 你生活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你有一些不如意 那这个问题只要解决了 那你就没有忧郁的原因了 那也就会自然就好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technically right 但是不完全正确 就是我觉得忧郁症也有分说 你是本来天生就脑内的分泌物质 就有一点失衡 还是说你是因为经历了一个 重大的压力事件 然后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然后这边其实要讲说 忧郁跟忧郁症 这我影片也有讲 它是不同的 就忧郁它只是一个情绪 但忧郁症它是一个症状 它叫做disorder 所以disorder的意思是说 它造成你生活上面 工作上面很大的干扰 你没有办法function 你没有办法生活 这个的话就会把它归类在忧郁症 它是一个症状了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经历一个很重大的压力事件 这个压力事件 这个压力解除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叙述 算是partially right 逻辑上是正确的 就是对我来讲的确是 但是很多时候是 你经历了这个事件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主观的痛苦 就是我经历的这个事情 可能旁人来看会觉得说 你这件事情 这样子想不就好了吗 或者是你这样子解决 就是好了 但是我主观的看 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的个性 或自己的一些坚持 他就觉得说 不这样子不行 那带有这样子的坚持 去看某个事件的时候 这个压力就会一直存在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 那你就变成是反而 会因为这个东西 而得到忧郁症之后 它会变成是 你有了disorder 所以你现在更大的问题会是 你现在有忧郁症 然后你会生活非常的痛苦 然后你甚至一些大脑的思考 或者是你一些行为 你的兴趣会丧失 这个东西会比起你原本 造成你忧郁症的压力 还要更大的问题 变成是你要来解决 这个更大的问题 你刚才所讲到的 这个一直不断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叫rumination 反出思考 这个反出思考 确实会让一个人 一直不断的归打墙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苦闷 但这个苦闷逐渐逐渐的 它开始已经变成了 它不但是挥之不去 而且它已经就直直的挡在你面前 每一天就在这边的时候 这时候开始成为一种 所谓的disorder 那你就变成你第一件事 你先要去解决它这个disorder 你现在让自己能够 透过药物或者其他的治疗 能够想办法来恢复一点到正常 那你当时还有试过 什么其他的治疗方式 其实最主要 因为在严重的时候 一直rumination 然后一直很难独处 因为我独处的时候 会一直在批判自己 然后一直会很 一直在恐惧当中 所以我会找各式各样的朋友 来跟他们讲话 轩哥也是其中一个被我拉来讲话的人 所以我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讲说 因为我们上一次见面 就是我把轩哥拉到我的工作室 来开导我这样子 然后其实轩哥 你可以描述一下我那时候的状态 那时候真的是还蛮糟的 我既然你说 因为我真的没有跟任何其他的人讲 那时候我也就冲冲去出门了 回来之后 我老婆说你去哪里 我说我去看朋友 我看到的你 跟我之前所看过的你 判若两人 我们真的想说是一个人 如果说是 那个讲说失魂散破 真的 然后后来我有看另外一个朋友张志祺 七七张志祺他也做了一个影片 就在讲说如何来陪伴有忧郁症的朋友 那自己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经验 所以他自己里面讲到的一点 我那时候也有发现 就是你会抖 对 会一直不断的发抖 然后会重复的去讲一些话 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反应变得迟钝 而当时我真的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让我自己会觉得非常担心 你当时最需要的真的就是陪伴 对 真的是 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阿滴在影片里面 在给了五个建议 因为经过了这段时间 你现在走出来了 现在沉淀出来 你觉得对于 有可能自己觉得 已经陷入到忧郁症的朋友 你说是五个最重要的建议 第一 你要相信医生 你要按时吃药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 你要吃药 你必须要去帮助自己 恢复脑袋里面的正常运作 没错 第二 你要改变对自己说话的方式 是 第三 活在当下 没错 你来讲说be present 是你当时我见到你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在当下 没错 真的 你在哪里 我那时候不断的活在过去的悔恨 跟未来的恐惧当中 我还记得那时候 因为轩哥出了很多心理学相关的书 然后就是我每一本都有读过 然后呢 谢谢 而且我们我们也有两次吧 对不对 就是直播聊你的书 所以因为我就知道 轩哥他是对这方面是专家嘛 然后他可以给我一些constructive feedback 然后我那时候不断在跟他讲的 就是我多后悔过去的一些决定 然后我到底要怎么样可能用一些 比如说positive psychology 来去帮助我自己 我那时候很想要 很desperate 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个答案 这是我前期的状态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 我现在面临的事业上面 人身上的问题 加上我忧郁症的问题 我很想要 不断想要解决我的问题 我很心急 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轩哥那时候跟我讲的是 其实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 你现在先冷静 你现在先冷静一点 然后所以轩哥他 他没有直接给我一个答案 说你就是这样 他反而是 他带我做一个很长的 有点像guided meditation的感觉 对然后他还 我记得你还给我喝了一个什么 气泡的茶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个蛮好喝的 那个蛮好喝的 对对对 他给我喝了一个 你知道刚好我手上有那个茶 对对对 我觉得说 至少我有个东西 我可以给你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喝一个饮料 对对对对 他给我喝气泡茶 然后就是带我做 那个guided meditation 而且我记得 我在那个时候是一直在冒汗 一直在发汗 对对 我整个衣服是湿透的 然后不断在发抖 经过meditation的时候 我比较冷静一点 然后轩哥就是跟我讲一些 可能他书里面有讲到的一些概念 然后还有针对事业上面的一些建议 然后我们大概聊了 应该有两三个小时吧 就很久 但是对我来讲 那个时间是很快的 因为只要有人陪伴我的时候 那个都是我最好过的时候 只要我独处就会很痛苦 然后很度日如年 因为我只有我自己的思考可以陪伴我 对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你一直就会问我说 我还怎么办 对对对 而这个怎么办里面 我也知道你最希望得到的就是 瑞我跟你说啊 你就这么想 对 你原本是怎么想 然后呢你就换这个方法 你就恨不得我跟你讲一个咒语 没错 就念这个咒语 然后突然就 就好了 就好了 没错 而当我没有办法 当然告诉你这个 当然事情不是说是这么的简单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 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也知道 忧郁症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自己也说 在五个建议里面 第四个建议是 你必须要有耐心 你要给他时间 没错 这个不是有一个 Penacy 就是啪 一下子 对 就马上就 无药而遇了 没错 然后你给他时间之后 你逐渐逐渐的好起来之后 你还需要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 跟成就感 这是你的第五个建议 没错 所以刚才12345 在这里面呢 你也说 在这个期间 你有不少朋友的协助 所以我在这边 我想要跟你稍微来聊一下 因为当时除了我还有日期 因为他也是有公布说 他那时候他怎么样来帮助你 停止那个反处的思考 对 或者协助建立成就感 这是第二点 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重建自信 对对对 在他所讲的每一个阶段里面 你最有印象对你来说有帮助的是什么 第一个一定是陪伴 就是理解这件事情的人 nonjudgmental的陪伴 对这个很重要 不带批判性的陪伴 那这个来自于朋友也有 但是更多的是家人 所以我必须要讲我的爸妈 还有我的妹妹 还有身边的一些重要的人 他们的陪伴是很高品质的陪伴 我觉得我爸妈很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位性皮肤炎 所以他们会一直上网找 跟这个相关的资讯 去找到一个最好跟我相处 或是治疗的方式 所以他们也是 我犹豫症之后 他们不断的去上网 或者跟医生朋友去讨论 问说他们身为陪伴者 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 然后他们就是会 在陪伴我的时候 不会批判我 然后不会讲一些 就是会让我更难过的话 有时候就单纯的是 接收我一些负面的想法 接收我这些反处思考 然后适时的提醒我 现在该停了 就是我们该可以一起去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了 何谓避免讲出会让你不开心的话 因为我们的感觉会是 一个人有焦虑或者忧郁的时候 会好像身上有很多雷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一个家人要怎么样来陪伴 才可以去 你说避免这些雷吗 还是说是用一个 更正向的方式来逗你开心吗 用什么样的方法要互动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通常来讲 这个蛮复杂 因为就算是我 我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就是对同样一句话 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很难有正确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一个指导原则 就是要有多一点同理心 不要让他觉得 你不理解他现在在经历的是什么 那我可以讲的 忧郁症患者在经历的事情 就是真的是地狱 真的很可怕 他可能你看他的感觉 可能是他为什么这么没有精神 这么懒洋洋的 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你就想开一点 就是这些 他看似的表面上的样子 真的是不及他经历的痛苦的 可能十分之一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他现在是一个 深陷痛苦的人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有了这一层同理心 我觉得用这个前提底下的互动 都会让对方觉得说 好你至少你知道我现在很不舒服很痛苦 然后我已经很努力了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前提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要聊什么 可能要聊的是 我想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法 你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 我这个新的解决方法 那我们就来聊这个 我现在想到的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活着好痛苦 我觉得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 让我可以往下继续撑下去一天的一些事情 让我做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要拉着他去做 那就当下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去理解到说 他现在是身处痛苦当中 这个前提蛮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陪伴者 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因为你要陪伴一个这么痛苦的人 其实你自己也会很辛苦 而且也会受到影响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我还印象很深刻是 就是我自己是患者 我也会观察的出来 你被我影响了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会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我会觉得说我影响到你 然后我不想要讲 我就会开始从你身边抽离 我就会不敢释放这么多负面的能量 我就会不敢老实跟你讲我所有的想法 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影响到你了 那我就不要碰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一个轮班的系统也是还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怎么样 陪伴者也有忧郁的权利 就是陪伴者你也 like it's normal to feel upset about this whole situation 你遇到你身边这么亲近的一个人 深陷这样子的深渊 你自己感到压力是很正常的 你也需要自己释放压力的管道 你也需要有其他的人 可以跟你轮班的去陪伴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爸妈 妹妹还有身边的一些很亲近的朋友 他们有组了一个小群组 然后他们就会去排班 就说今天可能什么时段我有空 然后我状态OK 这个时段我可以去陪瑞 两边其实都会互相可以感觉到 感受到彼此的这个感觉 瑞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好了 如果说要战胜这个忧郁症 就有点像是那个时候你想要举重 例如说你躺在那边 你想要做一个bench press 它是一个超过你能够负荷的重量 所以它已经往下压 已经快撑不过了 那这时候如果说 家人 陪伴 朋友 药物 这些都有点像是spotter 在旁边正在帮你把它往上提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举完 没错 没错 放下来 对吧 对 出这个力量是什么感觉 嗯 我想想哦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 你刚刚讲我是这个要举重的人 要举重的 然后旁边有很多spotter 我觉得我自己好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当然有spotter很重要 他们支持我很重要 但是我好起来很大的关键是 我把这个重量换掉了 我把这个重量放掉了 我不再去举这个重量 就是原本这个 我视为是很严重的人生的大问题 这件事情 我改变了一个思考的方式 我把它不视为是我人生的优先顺序了 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 比较我可以举得起来的重量 把这个变成是我人生的跑道 我觉得这个是我好起来的一个蛮大的关键 造成我忧郁的这些忧郁因子 跟这些工作上的压力 他们还是客观上面一模一样的存在 但是我改变了我看他们的方式 就是我放下了一些执着 这个东西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才可以的这个想法 我放掉了很多 然后对于我自己人生也是 我自己人生的目标 跟我自我的要求 我也降低了很多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才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个东西我也放掉了很多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非常慢的 你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你要改变你思考的方式 就已经很难了 人类是习惯的动物 更何况是你在一个生病的状态 你要去改变你的思考方式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 不断不断的心理建设 不断不断的諮商排解 才可以慢慢的转向一些 你思考僵化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最后真的可以走出来 很大一部分是我放掉了这些 我以前自己加附给自己的一些重担 那你觉得像志祺那时候 也会帮助你来用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你自己 对 例如说你现在 你可能每一支影片 没有说是那么多人看 但是你看 它还等于算是每一支影片 都还有20个小巨蛋的人在这边看 就是用换一个角度 来帮助你来思考一些事情 这个有帮助 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 就是优异症患者 我觉得我们会很僵化的思考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只会用这个角度看这个A 这个问题 但是其他朋友如果可以提供一些 也是合理 我们听起来觉得 也对的这种角度 去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多元化的思考可能性 他不一定会一开始就马上打入我们的心中 就觉得说真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定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但是至少我会知道原来可能有人是这样子看这件事情的 原来可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没有到那么的重要 等等的这种会慢慢 它是一步一步的让你的思考可以活化一些 志祺在影片里面分享了一个 他会跟你一起做的一件事 我自己看到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他带你去爬山 然后他说爬山让你 尤其是爬什么像象山这样子的 他说一开始就必须要有一个很陡的很多很多台阶 因为这会马上会让你变得很喘 你变得很喘 你就开始需要去focus在你自己的呼吸上 对 而这个也同时达成了 我那时候建议你要深呼吸的效果 没错 同时你又有陪伴 对 然后你又运动到 对 你还呼吸到新鲜空气 晒到一些太阳 这些等等 所以多重的效果一起来 然后同时你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 还可以放眼看整个台北市 聊聊天 下来吃个饭等等的 对 我觉得几个陪伴的活动是帮助蛮大的 这个第一个是爬山 然后再来是重训 我有一群重训的朋友 就是Pita 大千 他们会跟着我一起 然后刘沛跟着我一起重训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是去一些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有点像是让你自己知道说 其实你的生活还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的这种 再来的话 还有一起完成 就比如说一个拼图 对 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帮助蛮大的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你脱离你原本的想法 是 然后投入在一个东西里面 像还玩桌游 那时候其实超立方也是有一直揪我桌游的派对 跟大家玩桌游 有互动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 不要一个人 然后再来是 你要把自己投入在一些 可以专心的事情上面 让你可以逃离一阵子你自己的想法 对 这些我觉得都会有帮助 然后运用这个你所获得的多一点点的空间 在这个时候来想办法去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 比如说你可以放下那个重量 对 而现在的你慢慢学会可以放掉这个重量 你也可以举起这个重量了 于是你自己的举重能力跟信心现在又补足了 你的大脑的功力慢慢的回来了 你决定现在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 这是什么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在那个之前你有做什么样的思考 对 我9月10月11 12月是最糟的时候 然后到了12月我还要搬家 搬工作室 所以那时候也是压力很大 所以一直也都没有办法很好 但是从1月开始慢慢的觉得有一点恢复 心情稳定的天数变得比较多 然后到了差不多过完农历年 我也跟一群朋友去宜兰 就包了一个民宿 就是去那边休息 去那边玩 就玩了两三天 不断的出去踏青啊 泡温泉啊这样子 那一次trip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已经可以开始享受一些事情了 我可能在忧郁症的时候 我在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就算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也是在消耗时间 所以我并没有在当中得到enjoyment 但是那一次的出游 的玩桌游 让我觉得说 我其实有找回一些 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感觉 所以那个之后 我就继续的观察自己的恢复状况 然后2月3月 就比较快速的恢复 然后回稳 然后工作上面也变得比较稳定 然后到了差不多4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开始跟医生讨论说 我是不是可以减药 那时候的睡眠也比较正常一点 然后这个自己的思考 我也觉得慢慢的有回来一些 所以刚好是一年 就是我开始有忧郁倾向的一年之后 我就觉得 我好像有比之前好很多了 很明确的这样子觉得 然后那时候我当然很庆幸 然后也是一个很relieved 然后也觉得说 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好 然后之后 我其实就一直在思考说 我现在比较好了 我要不要分享这件事情 那我要不要让更多人知道 我的状态 因为我其实在social media上面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最后还是出来分享的原因 就是回到我自己觉得 我回顾当时候生病的时候 无助的感觉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好了 的这个绝望感 我觉得当时候如果可以有 更多康复的人跟我讲说 其实我是会好起来的话 当然还是会经历辛苦 但是可能不会这么辛苦 然后可以更有方向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这也是一个 善用影响力的方式 就是站出来分享 我的这个病痛 而且加上我又有 之前的一个经验是 我曾经有站出来分享 我异味性皮肤炎 是怎么样好起来的 然后那次得到的feedback 是很非常非常正面的 我就是得到很多 感谢的讯息 说他们得到了帮助 他们也得到很多的改善 那我就想这一次一样 比起抑郁幸福 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 那是不是做这件事情 分享这件事情本身 可以赋予我的痛苦一些意义 就我经历这个痛苦的原因 是因为我要帮助这些人 那我就会觉得是值得的 那自从分享之后 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没有太大改变 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 奇怪的建立了 就我现在不会去看一些 匿名平台的文章 那边的恶意比较多 对啊那边说话不用负责 所以大家可以乱喷 然后我会尽量避免一些 会让我心情不好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不需要 让他们影响到我 但我是知道说 有一些人在骂我这件事情 但这也是我本来就想象到 应该会有的事情 我其实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料到是说 大概社群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就一定大部分是正面的 然后可能甚至医生啊 心理师啊也都会 可能分享这支影片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正确的 卫教观念嘛 然后我这支影片的脚本也是 我反复的跟我以前的医生 跟心理师确认过 内容都是对的 然后我才发的这样子 但是也一定会有一群人士 或者说我就是在装可怜啊 在讨拍或者是在博眼球 甚至是会取笑我 有忧郁症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预料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trade off 这个标签 或者是这些很难听的话 我觉得我愿意承担 为了是有意义的 可以给大家帮助的分享 你觉得自己也够强壮了 是可以承担这个 加上我不会去看啦 所以他们就去讲吧 不管我的事 当然 所以我们讲说现代人非常重要的 也要知道有一种 digital hygiene 就是数位的那种卫生概念 没错 不要去碰脏东西 不要去碰脏东西 所以我们到了我们今天访问的这个卫生 那今天的过程里面 我听到你有很多的朋友 然后你也有给自己时间 你有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今天你能够好起来 因为你是阿滴 因为你这么有名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你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你 一通电话一对人就来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有钱人 才能够得的病 对 也就是说当你想休息 你就可以休息 对 有些人会真的觉得 穷人没有忧郁症的权利 对此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stigma 就是忧郁症的污名化 我真的觉得是蛮高的 比起其他的疾病 的污名化是蛮高的 原因是因为 的确有一些人会 怎么讲 拿忧郁症当挡箭盘 就是说我忧郁症 你不要讲我 我忧郁症 你不要给我工作 你就是你要小心 在我身边 你要怎么样 之类的 的确会有一些人 就是恶意的 使用这个病名 去得到一些 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不能否认这件事情 然后也的确 你刚刚讲说 有些人觉得 你这个 有钱才有这个病 然后你如果是穷人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 有机会之类的 然后这个污名化 也会投射到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 他可能经济状况 比较不这么好 然后得到忧郁症的话 他会不会也不敢讲 他讲了之后 会不会被说 你怎么 你很有钱吗 你怎么会得忧郁症 我觉得这个sigma 都是在的 但这个污名化 我觉得他会有一个 很严重的outcome是 如果我们就 放任他这样子 不管的话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他会因为 这样子的污名化 而不敢寻求帮助 我觉得这是最严重 他会因为怕 大家对他的眼光 而不去找他需要的帮助 那我们刚刚访谈过程 也讲到了 其实由于这很重要的一个 元素是陪伴 必须要让身边 有人知道你的状况 在你需要的时候 可以给你这些陪伴 或者这些鼓励 或者这些同理心 但是有污名化的前提 你不敢寻求帮助的时候 这个东西 只是自己闷在自己的时候 我刚刚也讲了 自己独处是最痛苦的时间 你只有你这个不断攻击自己 批判自己的想法 跟你共处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越来越糟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我站出来 我分享这件事情 我是评估过所有的 这些污名化 或者这些标签 可能之后会贴在我的身上 但为什么我还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需要出来讲的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我今天出来讲是 我已经好很多了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够强壮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我里面讲了很多的观念 一些好起来的方式 我觉得它是实际上可以 不管是让陪伴者 或是患者本身 都有一些方向的 再来最后第三个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可以降低一些些 这个污名化的程度 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我真的是忧郁症患者 寻求帮助不可耻 Raise awareness Right Raise awareness 你真的 对 这一点你真的是达到了 对 最近我刚好有访问 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 理事长张家明医师 那他也就说 其实现在的青少年 得到忧郁的倾向 有很多很多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会去求助一个辅导老师 四分之三 连自己的家人 连家长都不会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让人比较 比较忧心的一个趋势 对 因为今天你所分享的是说 当他开始变成忧郁症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找人来帮助你 对 没错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收听这个节目 朋友们你觉得你可能有这个方面的倾向 或者是你认识你的家人 我建议你先看阿滴的影片 他的分享 还有张志祺的影片 两个影片都分享非常多 很棒 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 在这个里面 你也说你有分享一些书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看很多的书 有对你很多的帮助 如果今天我们来挑一本 今天你要给一个朋友 说朋友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开始有点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先看这本书 你会分享哪一本 好 推荐书的话 我看了很多的书 但是我自己个人最推荐的 反而是一个漫画 叫做脱忧郁 然后他算是日本人吧 然后他 他也是自己忧郁症 然后去访问了很多其他有忧郁症的人 然后所画出来的漫画 这样子 为什么很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忧郁症患者在生病的时候 你要让他读书是还蛮困难的事情 他会读不下去 但是漫画相对来说 就还蛮容易看得懂的 而且这个漫画他是彩色的 所以很丰富这样子 OK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他里面 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希望的 因为他有各式各样的案例 就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得到忧郁症 他后来呢 尝试了什么方式 然后他好起来了 他里面的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子 各种都有啊 他可能是工作关系得到忧郁症 他可能是感情关系得到忧郁症 他可能是什么 他得到的是躁郁症 然后或者是谁 他得到的是什么样 产后忧郁症之类的 他是有各式各样的 所以在里面 一定可以找到你的影子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他是怎么好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能够康复的信念 是非常重要的 那忧郁症他没有办法说 真的可能痊愈的一天 但是你的症状绝对 可以大大的改善 大幅度的减少你的disorder 就是你的人生是可以 重回轨道的 这绝对是可以办得到的 拥有这个可以康复的信念 我觉得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忧郁症患者很大的一个 特征就是 他会觉得没有希望 他会觉得未来是无望的 自己的痛苦会一直 延续着每一天 直到他 就是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为止 他每一天都会这么痛苦的下去 但这个是一个会把我们推下更深的深渊的一个错误的观点 所以有这本书里面的各个康复例子 会让我觉得说 他们都好起来了 那我一定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 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没错 而且你要有这种意愿 也要知道You're not alone 没有错 有很多很多人 有同样的一个处境 那今天呢 阿滴你选择站出来 虽然也知道说 可能会有黑粉 可能会 这个之后也是会 不时说不定会在网络上面 会冒出一个不好听的话 但是你选择这么做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阿滴style 我在这里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们刚认识 那时候也没多久 那时候你已经算在YouTube上面 独当一面了 非常 已经算蛮成功的 而当时我有一个小的团队 来做一些影片 这等等 那有一次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的团队 来分享一些影片制作的经验 你要让我说你马上就来了 你跟大家砍砍而谈 你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问必答 你还非常open的分享 你当时所有的一些数据细节 这些等等 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团队说 我说像阿滴这样子的人 这么透明 这么的无私的会想要帮助大家 来分享 今天你站出来来分享你自己 陷入忧郁症 以及朝着康复之路迈进的 这整个的旅途 我觉得也非常像是 我心中的我所认识的阿滴 然后我只能说 I'm so happy to see you back 真的 真的 从那天看到你到现在的你 又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真的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你花这个时间 跟我们来分享你这个非常深刻的经验 感谢宣哥 真的很感谢当那个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的 所有愿意帮助我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 一来一往 因为我自己也会很感谢过去的我 是一个怎么讲 有求并移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只要有需要我帮助的 我一定会 恶化不说的去 帮忙他们 所以反之 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愿意 就是花他们的时间 资源 来协助我 度过我这个 人生当中最黑暗的这段期间 所以大家会什么会说 是love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真的 今天非常感谢阿滴 谢谢你 谢谢 也祝福你 祝福你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 有让正在收听的你 获得一些灵感 一些把人生过得 更美好的灵感 如果你喜欢刘萱的 How to 人生学 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 按下订阅 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收听的话 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 告诉我 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把节目 推荐给你身边 需要的亲朋好友们 假如你想接收到 更多过好人生的 心理学资讯 欢迎追踪我的FB跟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 刘萱的How to 人生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